主要是补充这个offset 所以offset的话就是 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的原理原则还蛮简单的 就是这个储存格相对 比如说向下就是几列 那你如果向下就是正的 如果你假设反方向 向上的话就负的就对了 反正有负 另外的话蓝的部分也是一样 蓝的部分也有正有负 所以如果是零就同一蓝 如果是向右的话是正的 向左就负的 你说另外还有两个参数 这个宽跟高 它这个不加也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它可以 其实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把那个宽度跟高度也传回来 不过理论上是这两个参数 我基本上很少用 几乎没用过 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有五个参数 但实际上说真的 比较重要的就只有前面三个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函数的话 我想你们就可以再去比较一下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其实我在另外刚刚的这个密 我们是用密的去切割 密的原来好像原来我们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有前后有这个栏位名称 那当然我们用的是密的 不过其实我本来用的函数 如果假设用fine 我发现太麻烦了 fine好像你还要再跟他讲说 哪个储存格 那变成你还要再把公式再贴一次 那变成公式会冗产 所以我后来没有选择用fine 主要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要怎么样让公式不要太复杂 这件事也蛮重要的 所以当然一个公式最后 其实我是想了很多种方法 最后再挑一个我觉得最精简的方法 OK 那你说还能不能用别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 像这个地方 除了你用密的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函数 用replace也可以 replace的话 不过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密的精简 但是还是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replace的话 所以顺便在 replace顾名思义 这是取代的意思 那取代的意思是说 你要取代什么资料 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就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就两个双以后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不要密的 希望改成replace的话 那怎么做 第一步 你可以把它这个公式要剪下 不放很等 剪下 然后当然刚刚我们是用那个 文字类的mid 不过如果不用mid 其他还有像replace 有没有 文字类里面有一个叫做取代 replace 这个函数也还蛮常被用到的 replace顾名思义 因为我们也常会用到那个取代这个功能 那只是说取代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利用取代的功能 也可以达到我要把前面这几个字去掉的这个目的 那所以按确定replace好了 那replace他会问你说 order test 你原来的资料 原来资料就刚刚那个公式 所以把它贴在order test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取得的这个资料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star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参数名称好像蛮熟悉的 这个star number 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个mid mid不是第二个参数 意思是从哪个字开始取代 那其实 他这个意思是说呢 你要取代的范围在哪里 哪个字到哪一个字 取代成什么 其实 他的概念是这样 其实就是这里replace的作用 主要是把把前面那几个字删掉的意思 所以删掉的话呢 主要在那个excel或VBA里面 就是两个双以后 两个双以后就删除 意思说我要删几个字的意思 那我要删几个字 入职时间冒号 所以入职时间冒号 他第一个他的字从哪边开始 从第一个字开始 所以star number从第一个字开始 然后第几个字帮我把 3到第5个字吧 OK 如果你假设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他就刚刚好 入职时间冒号不见了 有没有replace 第一个字到第5个字 帮我把它清掉的意思 所以replace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哦 那只是说这个 从第一个字到第5个字 当然理论上在低栏OK 可是efg不见OK 为什么 因为这只有不是五个字哦 他应该是123 有没有 所以应该是3嘛 那所以假如我想要让他 知道总共删掉几个字 那可以一样啦 干脆我们也是这样用这个len 那这个len的话呢 我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他栏位名称好了 栏位名称 有没有 其实跟me的蛮像的 那他得到的结果是4 可是我要得到的是5啦 所以先把它加1 那记得这边的话 前面还可以再加一个前的符号 因为待会的话呢 我要把它向右 向下嘛 那一定是固定在第一列 可是蓝不能固定 蓝的话不固定的话 那就是下一个就变 D1嘛 然后再向右的话变E 再fe OK 所以这样应该OK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不要用me的函数 那有没有其他的函数 也可以解决 OK 那这样我想到用replace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应该这样OK了 向右 向下 好 那一样 把这个四个栏位 把它 再自动调整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又多讲了一个函数 叫replace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你们可以从云端白板 一样我有把它放在 325 这个 的第几页 我记得好像我有把它放在 那个offset这里 在第五页的地方 这个是刚刚的原来用mid的方法 那我刚刚讲的用replace的话 就是把它补充在云端白板的第五页的地方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主要我是就是这个 从哪个字到哪一个字 然后取代成什么 这个地方 OK 试试看好了 来吧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 那个云端白板云端讲义资料 那其实 如果因为这个会存在多久 当然我也不敢保证说 这个会不会异动的问题 也是一样 我跟各位讲 反正三个月内 我今天不要异动 如果假设你怕会 将来这个资料会找不到的话 会担心 不然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资料 直接这边不是有个下载吗 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备份到你自己的云端上面 这样就一老 以后不会怕是找不到的问题了 OK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 刚刚这一题的答案 记得在第五页这边也有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